如果沒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現在的是訂閱、按旁邊的鐘 那不會錯過影片 另外也大家可以到FACEBOOK 給個 like 就可以在FACEBOOK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 Tong 今次我們又帶大家回到中山馬鞍島去看一個佔地面積相當大的項目叫做越海城 大概一個月前前海宣佈了面積會擴大7倍 消息一出有部份人就說這個做法是直接影響過中山馬鞍島這一邊一些新樓的消程 也有人是覺得如果馬鞍島這邊之前是已經買到很高價 基本上很多盤是賣光了 去到現在這一刻才說前海擴大了面積 即是說深圳人只需要買回前海新家出來的面積就變成馬鞍島這一邊 即使你買得便宜也好也不吸引 因為大家都知道馬鞍島其實一直無論是地王和現時在售產品的流價 都是相對整個中山最高的 可以跟它有得比的只有東區 但是東區都不是每個盤去到二萬美三萬頭 而馬鞍島這邊基本上找不到便宜過二萬六七以下的單價 大部分都說二萬美全部都可以去到三萬頭左右 是不少的 正常情況其實無論前海有沒有擴大也好 由於深圳人一個投資上的環境和早一兩年是不同了 即是說之前深圳的樓是不斷升的 那部分深圳人就會覺得有投資物業的 可能是深圳放禁一套兩套 其實去其他地方買可以買幾套 所以變成這一種資金的流轉 對他們去其他地方投資也是有利 但是現時深圳整體的二手樓價等等真的是下行 亦都有些新樓是賣得比之前的第一期還是第二期還要便宜了 即是說其實見到深圳樓市下行的幅度比其他城市還要高 那也是沒辦法 因為深圳畢竟是一個重點在政策上要打壓的城市 事實上有很多人住也有很多人簽進去 而一些相對基層的人士要買樓可以說是要不可及 跟我們現時香港一些部分的基層家庭 是看著那層樓覺得很貴 而買不到的感覺很接近 但香港都更好些 因為有公共房的保障 你可以等的話 其實理論上五至七年左右都有機會上到公屋 我曾經聽過一個在地產階居有相當之份量的人士 他就說自己深圳公司有一年一位最出色的銷售人員 跟他聊天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這個銷售人員在外面來到深圳工作 那開始也不知道地產這份工是否適合他 剛剛來到深圳的時候 他連住劏房也住不起 他要怎樣呢 他說是一份公園 後來開單了 開始有些少收入了 才正式可以租到劏房 當然既然他後來成為最出色的銷售人員 變成了可以正式去租樓買樓等等 當然這個故事真還是假 我就沒有去研究了 你當是說聽聽也沒有所謂 據這位公司的老闆說 其實由於深圳人 本身真的很多是窮富人家出身 在一些外面的散墳 還有人從農村地區過來深圳去拼一拼 當然有很多失敗的例子 但也有很多由打工成為出色銷售人員 業績之王等等之後 嘗試自己創業 也是打出一番天地的 正正因為深圳有一個這麼困難的生活模式 所以都造就了原先一批窮困人士 變成成功人士 我知道我又講遠了 講講講講了深圳的一個情況 其實我應該是講回馬鞍島的 但具體我想反映的就是 現時深圳整體自己的樓市都下行 而深圳人出外投資的意欲 是被早一兩年減弱了 所以馬鞍島這邊 未來的而且確是會 在銷情上會更加受壓 我們儘管看一看 在深圳前海擴大了七倍範圍之後 馬鞍島這一邊 在過去一個月多一點的時間 到底它的情況是怎樣 接下來我們看完這個航拍畫面之後 交給Lorman帶我們進去看看 這個月海城項目的規模是相當大的 基本上在目前來說 差不多是整個馬鞍島 規劃最大的一個項目 一會兒你看到它的模型等等 就會明白了 市家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事業的道路上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 我們亦都會為你分析各個互形的優缺點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等等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 及協助辦理各項證件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和跟進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現時我們在港島的銅鑼灣 以及九龍的旺角都有兩間實體的目點 歡迎你隨時上來查詢各項大灣區事業的資訊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窩 以至是投資物業 熱切期待你的到訪 以及資訊任何關於灣區事業的問題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 就在中山市的馬安島上面 今天為大家帶來一個全新的項目 叫做月海城 由這個月海置地開發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很悠閒地坐在這裏 直揚西夏為大家介紹這個盤 這個盤為何會走過來馬安島這邊呢 其實馬安島也算是中山市 一個非常熱門的投資板塊 希望今集為自己的觀眾 可以首次進入馬安島上 去首次帶一個全新的項目 給大家認識一下 大家就跟著我的日報 一起進去參觀一下 今天來到月海城這個項目 請到現場的銷售主管梁先生 和我們簡單介紹整個沙盤和區位的狀況 好嗎 好 我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我們一個深中合作區的馬安島 這是我們的項目的整個區位套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最關注的一條深中通道 它預計是二四連通車的 全長二十四公里 它下來的第一個出口就在這個位置 第一個出口 我們項目是兩公里的一個位置 未來我們走一個和順路 再走回未來大道 兩公里我們可以到一個深中通道的第一個出口 以後我們走這條深中通道 二十四公里我們可以到深圳的一個保安的位置 我想問一下其實在整個馬安島上面 出口位其實有幾個呢 就只有一個 就只有一個 就是第一出口這個位置 第一個出口這個位置 那往那邊走就是火灰那邊 是火灰那邊 以後我們走這條深中通道 我們十五分鐘我們可以到深圳的一個 保安的一個位置 還有一個二十五分鐘可以到一個前海的位置 是的 我們整個馬安島未來是比深圳大部分區域 都是更近於前海的 目前整個馬安島的一個房價 都只是前海的一個六分之一個房價 那除了這一條深中通道以外 我們整個馬安島它都有一條 就是有四條地鐵線 現在正在見的就是一條廣州的十八號地鐵線 在馬安島這邊的 它是在廣州的珠江新城 然後沿線到南沙到馬安島 然後到珠海 建成以後是灣區裡面 最長的一條地鐵線 是的 還有我自己預期 中山如果出現地鐵 馬安島應該都是沒有十成 都有九成 是的 在馬安島上面 是的 所以你們這個樓盤 越海城其實佔據地鐵的優勢 是的 以後我們去到深圳、廣州、珠海 都是更加方便的 是的 像白灣區 是的 還有我們這裏 整個馬安島 它是作為深圳和中山的一個合作區 目前已經引進的企業 它是做5G的智慧產業園 5G的中興產業 即是電訊科技那類 是的 還有一個名洋風電 名洋風電是一個中山本土的企業 它是做一個海上裝機的風電企業 OK 全國它是做到第二 是否算是海上發電的設備 是的 就是風力發電 風力發電裝機 是的 是的 還有華人的營氣總部 都是搬到我們馬安島這邊 入住了嗎 入住了 入住了 還有一個他工大的機器人 它是做機器人手臂生產的 是的 還有還有中山的一個大洋電機 它是做新能源的 這些企業都是高生產業 但是現在高速發展 高速科技那些 企業發展就不錯 剛才你說到有130多家 其實我想再了解一下 其實有沒有甚麼生活配套 有的 隨著這130多家企業 鎮住到馬安島這邊 整個馬安島會帶來10萬人的就業 以及規住的需求 我們整個馬安島的總佔地面積 35平方公里 它是住宅只佔了12%左右 12%左右 是的 即是未來一個住宅的規劃用地 是非常稀缺的 是的 以後的一個住宅的一個 升值空間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的 但是買東西方面 有沒有甚麼規劃上面 有的 大型的購物中心之類 有的 首先我們整個馬安島規劃了40所謂的學校 40間學校 是的 它有18間的一個幼兒院 是 13間的一個小學 是 9間的一個中學 OK 好 首先我們項目這裏 就配備有2900方的一個幼兒院 哦 即是自大幼兒院 自大幼兒院 自大幼兒院 是的 還有我們項目錦令 就是我們中山的一個紀念小學 是 它已經開始辦學 它離我們項目只有兩公里的一個幼兒 都是兩公里內 是的 它是一個11級小學 是的 還有中山翠鏗的第一中學 它是正在建的 是 它陷蓋了初中和高中 72個班的一個中學 預計明年年中會建成 明年九月份會招生會使用 是 是 還有我們項目隔離就是一個西灣的外語學校 是 西灣外語學校 它是一個國際學校 那 陷蓋了小學 初中和高中 十二年制的一個學校 算不算私企呢 這間 算吧 算不算私企 私立的私立學校 是的 還有我們項目南邊 就是我們中山的一個科技大學 是 中山科技大學 它是今年年底 完成第一期的工程 預計明年就開始捧招學生 即是 剛才你說有四十間學校 是的 還未包含這間大學 是的 即是四十一間學校 初步 初步看法有 好 除此之外 一個教育配套 是 還有我們整個馬安島 它都擁有非常完善的醫療配套 是 灣區的國際醫療成就在我們馬安島的中部版塊 是 是 它有七間的一個醫療機構 其中有兩間的一個三甲醫院 可以滿足到從出生到養老的一個醫療服務 都有最先進的一個醫療設備 是 是的 還有整個馬安島都規劃了十三個公園 十三個公園 十三個公園 翠湖公園 和翠鏗的一個濕地公園 這兩個公園已經開放了 其他公園已經開放了 是 我看你們這裏環島公園會在旁邊看到嗎 環島公園是在我們門口 在正門口 在正門口 類似於深圳紅樹林的陸道 是環島的一個公園 有沒有機會有些房員在售 也會看到這個公園 現在在售就是看公園 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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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項目周邊也有三大商業配套 是在我們項目一公里以來的 首先一個翠湖廣場 還有這個 嶺南水街 翠湖的一個國際封城街 都是在我們項目隔離 OK 好 簡單又介紹完整個馬安島的發展 發展 配套 對 公園 醫療 讀書那方面 不如再介紹一下你們的沙盤狀況 好 好 好 我們看到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沙楼部這個位置 是 我們門口的鐵路就是西程路 剛才我們說到的 門口就是一個環島的一個公園 是 即是外面就是望江的 是 它造成一個紅樹林的陸道 OK 是 我們整個項目 它是一個看光景的一個項目 嗯 看到一線光景的 是 是的 同時它也是一個低密度的社區 是 我們整個項目 它是總佔地面積 9.8萬方 是 是的 它的建築面積 總建築面積大概35萬方 是 它的容積率 它可以做到2.5個容積率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項目 它是一個前後的一個樓間距 是做到150米的一個樓間距 非常之開闊 沒有漲到每一湖的一個 海綱、通風、景觀的一個最大化的 嗯 是的 現在在售的是賣哪一座呢 我們現在在售的是前面看光景的 一座 一座 十一座 還有十座 是 是 幾大面積 這三座的一個樓形 它都是一樣的 兩梯四壺 是 三十三層高 總層高就是三十三層高 是的 我們另一單位 它是一個123方位 一個四房 南北通透的一個樓形 是 0203單位 它是一個88方位 一個三房 兩圍的一個樓形 都是朝南向看光景的 零四單位 它是一個八一方的四房 都是一個南北通的樓形 是的 有沒有說 其實 因為你們開盤也都開了一段時間 有沒有說哪個樓形最受歡迎 其實是大積一點 大積 大單位 一百一、一百二十幾 這些都是非常之歡迎的 因為我見你們的樓形圖 都是好像南北對樓 南北對樓 南北對樓 其實如果你說 看公園江景是向什麼方向 南 向南 向南 有一點會偏西 偏西 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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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視野是開闊的 沒有遮擋的 你們這個樓形 是的 還有我們有在售的八棟 它會有些細節一點 是 四方數點 七十九方 還有九十二方 所以它的贈送率很高 是的 底下我們一百一它的一個贈送面積有二十多個比方的贈送 即是八座、九座 遠一點那個位置 將來會開售還是怎樣 現在是可以認醜的 八座 現在都是在賣的 現在在賣的 現在在賣的 八座這個位置 是否會便宜一點 我看見它未必有景觀 會便宜一點 它會看回一個圓林的景觀 是的 內圓景為主 內圓景 內圓景 是的 你們有沒有什麼設施 門所設施 我們整個社區的配套設施 在我們薩羅布這個位置 它是做一個社區的服務中心 這個位置它以後是交給政府去使用 是的 整個圓林是在海島綠洲為主題 在A區這個位置 我們配備有2900方的 一個東南亞度假風格的一個泳池 是的 在這個位置 即是有游泳池 室外的游泳 是的 還有在B區這邊 我們配備有2200方的一個 兒童的一個奇翠島 看起來很大 是的 還有一個兒童的獨一模型的水上樂園 水上樂園 是的 還有幾個一個全景的草坪 草坪 是的 還有一個930米的環形跑道 930米 其實現實說一句 我們最近也看了不少盤 930米很大 是的 即是有些類似你們級數的盤 都是800米 是的 800米 但你今天看到930米 即是反映出 你們越海城這個項目的規模上 是超級大的 是的 另外 你們在這邊有沒有車位呢 我們整個項目的車位 是有負一層的車位 負一位 即是整個負一層全部都是停車場 停車場 都是停車場 那它的車位比例呢 它做不到1比1 是 1比0.8幾 因為它做不到負二層的車位 是 整個馬灣島 因為它有一個地質的原因 是 做不到負二層的車位 明白 即是都是1比0.8幾 1比0.8幾 是的 OK 但是車位又沒有那麼快賣 我相信 而且我看你整個小區佈局 是沒有人車分流的 就是人車分流的 是的 車是行下面的 是的 負一層 負一層應該可以直接上大堂 可以 然後直接進入住樓 是的 是的 OK 好 明白 管理費是甚麼價錢 不會超過3元 現在還未定 還未定 正常 3元也合理 是的 OK 好 大概初步都了解你們何不 不如這樣吧 有沒有樣板房可以帶我們參觀一下 OK 是的 OK 現在為大家介紹一個89屏的三房兩位設計 是的 OK 這邊 梁先生 現在這個是膠樓標準 還是怎樣 我們現在這個入戶 入戶 這個圓關櫃 它是一個膠樓標準 膠樓包賣的 包賣的 喔 即是我們大精裝膠樓 對大精裝收賣 但是這些設計 是可以的 是的 下面是下械櫃 還有上面是一個儲物櫃的位置 鎖匙都可以用到 OK 再進來 看到我們飯廳和客廳的位置 是 開間多少 它這裡的開間 就是3米9的開間 3米9 是的 那麼 我們客廳的膠樓標準 它是大精裝膠樓的 是 地板磚 這個地板磚是不一樣風格的 是 還有長體它是做一些白色的浴膠 白色浴膠樓 沒有加電 是 空條包不包呢 空條是沒有的 空條不包的 是的 好 廚房方面 來到我們廚房 廚房它是U型的設計 是的 非常實用 有時候有門的 是的 有的 有的 有推拉門 這裡擺放大雪櫃 煮食爐這些也有 有煙機 有消毒碗櫃 是 這裡有用方太 方太品牌 還未定 還未定 大家 看看後期用什麼品牌 膠樓 但是這裡 看上去就夠用的 89方 很實用 這個廚房 這裡也有預留一個熱水爐的位置 是的 這兩個有少許特別 電製位置放在這裡 不知道插什麼好 這邊可以放在熱水爐的 但是左邊我是在想有什麼用 左邊的這個位置 除非這裡也要再加裝一個櫃 嗯 我們再看看客廳 是 對出去 它的景觀 是跟我們現在看到的景觀 是一樣的 啊 即是石塔樓這個景觀 是一樣的 即是前面你剛才講解 說濕地公園就是前面這個 是的 環島公園 環島公園 然後是江景 是的 我們的陽台 它是做到六米二五的陽台 六米二五 整個中山你找不到第二個樓盤 可以做到這麼大的陽台 是 是的 即是整個陽台我們可以 那到時候這個位置還有沒有呢 有沒有這個位置 有這個位置 都有這個位置 但是這些就不包 不包 那到時候我可以自己去改造 或者加建一個儲物櫃在這裡 是的 好 還有這個陽台它是連通著這個客房 一間 南向的房 是的 看看洗手間 可以 洗手間這些都是交付標準 是的 洗手台 這個鏡櫃一體 是的 還有馬桶 以及一個林浴室的設備 都已經配齊了 是的 是的 然後這裡另外一間客房 客房就應該是陽台改建 布建 移成 是的 它是陽台改建的 它是贈送一半面積的 但是到時候交樓的時候 會幫我封窗來嗎 會的 它會裝修好一個房給你 是的 是的 其實我看你這個布局也是不錯的 是的 這間房 即是陽台改建 其實面積都不小 好 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這邊 主套間 主套間就正常 也都 是的 也都絕對夠用 全部都包了 浴室瓶都有 鏡櫃一體 鏡櫃 還有洗手桌 以及林浴室的設備 都已經做好了 是的 也都包了 那麼 主人房 其實很坦白說 主人房又稍微小了一點 是的 它是做了一個1.5米的床 1米5床 1米5床 到時候包了還是不包呢 不包 但是就預留了一個空間 給大家 是的 哦 那也好一點 是的 因為我在想 一進來就 只有一個床 然後兩個床頭櫃 如果解釋我不要床頭櫃 這裡做個大衣櫃的話 就好像不夠洗 不太見洗 但當然這裡有一個大飄窗 如果有些客人 可能會利用整個飄窗去做間 做個商廠 但是如果主人房都 因為香港是這樣設計的 但是如果在大陸來講 都這樣設計 就有點奇怪 嗯 初步你都看完這個89床 其實想知道買什麼價 總價方面 我們現在 它是首次開盤 是 那現在呢 大概兩萬七到三萬元 這個價錢 是 例如這個89床的戶型 它大概總價 就250萬到270萬左右 哦 250萬去到270萬就可以買到 這個三港兩萬設計的單位 是的 就是250萬 現實講句 250萬就是300萬港幣 都不算貴 是啊 因為始終這裡去深圳快 快 你分分鐘 你這裡去深圳 和我們在香港人 譬如天水圍 去前海 其實天水圍的價錢 都不上這裡 是的 如果你九十坪 在天水圍 是在講 一千萬 三百 是的一千萬港幣 這裡就在講 三百萬 三百萬 就已經買到一個很近 前海位置的地方 是的 現在深圳的房價 保安區的房價 十萬 是的 十萬一方 就是九百萬 九百萬人仔 就是千一萬千二萬港幣 是的 所以這裡的價錢 就非常之順 非常之划 好 那我們不如再看一看其他單位 好了 聽完場景的介紹 我們給大家用第一身的視角 看多一次這套 89平方米的示範單位 大家可以聽著音樂 慢慢欣賞 這樣子 看看 大家可以看 很好的 快點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可以听着音乐 欣赏这一套示范单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之前我们就说过 中山马鞍岛这边的确不是一个我们主力想推介的版块 因为这边的价钱真的去到很高 但是如果随着现时马鞍岛因为少了深圳投资下 可能在价钱上有所调整 而调整过的价钱是觉得吸引的 亦都可以留意着 看看什么时候去到对你的价钱 可以出手 因为始终马鞍岛有一个心中通道已经是快建成的 是一定会受惠于它之外 整个脱香新区的发展概念都是强的 只不过我之前所说的就是 如果是什么都没建的时候已经卖到这么贵 建好了或者建了一半的时候 它应该买什么价呢 我是有所保留的 是指这一部分 若然你真的对这个项目 又或者是中山其他区域的楼盘感兴趣 欢迎联络我们了解多点 今集内容就到这里 下条影片再见 大家好 我们自家兄弟的铜锣湾新店已经正式开幕了 欢迎各位观众和客户随时上来 了解大湾区楼盘的资讯 又或者可以预养我们看楼 大家记得了 铜锣湾站的C出口 出了来之后就跟着我们走 这一条铜锣湾 我们就是2304 23楼出来 左手边 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家兄弟的门店了 铜锣湾广场二旗是有自设的车库 大家若然开车的话 来到洛克道就可以找到停车场入口 当然除了铜锣湾店之外 如果你觉得方便到你的 旺角店这一边 地铁站出来 亦都相当之快 就可以过到胡舍新行这一栋大厦 在8楼出了铜锣湾之后 802和8037 就是我们自家兄弟的旺角总店 如果还未订阅我们自家兄弟频道 可以现在订阅 按旁边的小铁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 下条影片见 拜拜